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我是主角人迪杨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Node.js爬虫系列的相关的应用 那么我们本课程呢 以一个资讯助手这样一个系统来做一个实例的一个演示 那我们来看一看我们下我们整个系统呢 所包含的一个内容 那我们这一讲主要是对我们项目呢 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 那么首先我们这个课程的一个目标 我们课程的目标呢 主要是要通过我们对Node.js这样相关的插件进行一个使用 那么我们这里边所包含的一些内容呢 稍后我会给大家说到 那么我们通过本课程的一个学习呢 我们能够去对整个Node.js如何去进行插件化的这样一些集成 组件的一些集成 以及我们通过这个实例呢 课程的学习 我们能够做一个赞群的一些管理系统 那么我们还可以做一些资讯相关的一些内容的一些采集 整个项目呢 我们说一下项目的一个展示的一个情况 首先呢 我们在我们本机呢 已经给把它部署上了 那么现在呢 我跟大家呢 一起来预览一下整体的一个内容 那么我们的内容呢 我在我们的本机里边 我们其实已经把这样一个环境呢 给安装上了 这个呢 是一个助手的这样一个程序 那我就是也 这个代码呢 也很少 那或许我们主要是呢 通过这个例子的一些学习 我们来实现这样一个例子 首先咱们来看一下我们整个一个情况 首先呢 我们是通过3001这样一个端口呢 访问到这样我们这样一个页面 那么访问到这个页面的时候呢 页面就呈现了这里边相关的一些内容 那么我们整个呢 在页面在这样一些切换的过程当中呢 也有内容的一些展示 OK 那这些内容到底是来源于哪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我也给大家说了一下 那么我们既然是学习Node.js 那么我们有中国呢 中文里边有一个开源的一个社区叫C-Node OK 那么我们去看一下这个原文件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NodeJ-Node这个C-Node里边呢 我们它和我们这个地方看到的呢 其实很多地方其实是相似的 比如说第一个 那我们整个这样一块 就是我们叫分页 那么我们首先我们到第一页来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第一页我们之间的这样一个对比 对比的这样一个情况 OK 那么我们看到这里边的内容 C-Node 然后呢 NodeJ-S1 J-S6 OK 大家看到啊 我们这里边所有的内容呢 其实和右边我们看到的这个C-Node 这里边所有的内容呢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主要是我们说的是这样一个列表 那么我们在内容在进行切换的时候 大家看到第二页 那我们这个地方呢 也切换到第二页 我们来对比的对比的看一下 OK 我们看到第二页的内容呢 其实和这里边内容呢 也是啊 一样的 那么我们整个例子呢 啊 它主要做到一个功能 就是我们通过现在我左侧所运行的这样一个项目 去抓取我们右边C-Node的这里边呢 相关的这样一个内容的一些数据 来在这个页面呢 做一个展示 当然因为我们是做一个实例啊 所以呢 我们并没有做的呢 太复杂 但是呢 这里边所包含的内容呢 应该是比较全面的 包括内容的一些抓取 然后分析 加载 分页 包括一些 其他的相关的一些处理 OK 那我们看一下我们整个实例里边 所包含的一些知识点 这里边呢 其实包含的知识点呢 相对来说 嗯 应该说是比较杂一点 虽然说是杂呢 但是他还是乘一条线 为什么说乘一条线 那我首先通过这个例子呢 我们来简单的说明一下 比如说我们拿到一个C-Node的对吧 这样一个网页 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个网页 我们这个地方呢 我们把它叫做目标的这样一个网页 一个页面 那么我们第一步 首先肯定是要把这个页面里边呢 的内容给下载下来 就是第一步 第二一步呢 我们要对下载下来的一些页面里边的一些格式 我们这个格式呢 主要是指的是他的HTML的这样一个文端结构 来进行一个解析 那解析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解析的内容去获得我们想要的这样一些内容 那么第三步啊 就是我们要对数据呢 进行一个展示 那么这里边会涉及到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呢 比如说我们有分页对吧 其实我们在分页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是带的有参数的对不对 这些是有参数的 那么我们如何去解析这些参数 如何去传递这些参数 如何去解析这些参数 那这就是我们课程里边呢 后续会涉及到的一些比较重点的一些内容 OK 那我们这里边呢 就按这样一条线来看一下 首先呢 我们是要去下载一个数据 那么我们所用到的一个组件 第二一个呢 是解析 第三一个呢 是页面的参数的一些传递 第四一个呢 是我们的分页的这样一个插件 那么 基于这里边所有的内容呢 当然我们所有的编程呢 肯定是一个叫模块化的这样一个编程 那么通过我们这个课程的一个学习呢 大家也能够去了解到整个课程化 模块化是如何来进行这样 进行一个编程的 那在模块化里边呢 首先我要介绍一个基础知识点 那就是GS的一个面向对象的一个写法 大家都知道 node.js呢 它是一个 Gioscript这样一种语法来写 那么我们在写的过程中呢 如何采用一种面向对象的一个写法 来做到一个模块化的这样一种处理 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既然用了这个面向对象这样一种写法 那么呢 我们如何按node.js模块 它的这种模块化的方式来进行一个封装 OK 那这一块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入门的一个相关的一些知识点 为什么说是入门的呢 首先我们能够把它数据给下载下来 解析出来 然后呢 能够做一些传递 对吧 然后呢能够做一些分页的相关的一些操作 然后呢再对它进行一些模块化的一个封装 那这样的话 我们一个整个的这样一些 目录结构呢 还包括这些内容呢 都能够比较好的去区分它 并且也比较便于去维护 那么我们在进阶片里边呢 所要涉及到的一个内容呢 这一块呢 相对来说呢 要稍微高深一点 但说到高深呢 其实只是说呢 内容来讲呢 相对来说稍微复杂一点 但是它的功能呢 的确也是非常强大的 并且 这些功能啊 主要是在一些 我们做一些功能稍微复杂一点 做一些采集的时候 特别是定时采集 定时多线程的这样一种采集 这个地方所说到的一个多线程呢 这个地方不是常规意义上讲的 这种多线程 而是说我们有很多的请求 同时到达的时候呢 其实准确的讲啊 这个地方应该说是一个并发 所以呢 这里边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有一个并发的这样一个控制 OK 那我们呢 定时任务 那么大家都知道 我们在做一个蜘蛛程序 比如说 我们要做一个资讯的这样一个 自动的一个更新 那么我们把程序写好了以后 我们不可能说 我们手动的去 点一下 去让它进行更新 肯定我们希望 我们这样一个采集的 这样一个任务写好了 那么我需要程序呢 按我指定的这样一个时间段 或者某一个时间呢 进行这样的一个内容的 这样一个更新 所以呢 这里边呢 就用到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内容 就是定时任务 那定时任务的话呢 就是用到这个 就用到这样一个模块 这个模块 我们后续也会讲到它 那通过它呢 我们可以去做一些 定时任务的这样一些处理 这样的话呢 就能够做到比较智能化一点 大家应该也很好去理解 如果有接触过 像那种自动采集 这样一些自动采集 或者像一些 我们一些战群的 这样一些管理系统 它里边都会有这样一个 定时的这样一个任务 抓取 这也是 应该说定时任务 是我们做 这样一个 蜘蛛程序里边 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那么 另外 就是要说到一个并发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做蜘蛛程序的时候 我们为什么要说到是并发 大家都知道 在有一些网站上面 如果你连续的请求到达服务器端 那服务器端可能会认为你这是一种恶意的一个服务器的一个访问的一个行为 那么服务器会在短时间内受到一个大量的请求的话呢 它可能会把你的IP给封掉 那么我们在做一些服务器相关的一些配置 很多时候呢 我们都会有一个单位时间内的这样一个访问 这样一个次数 如果你这个次数如果是比较频繁的话呢 那么我们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呢 我们可能就是要不允许你的这样一个访问 那么既然服务器端会有这样类似的这样一些 这样一些限制 那么我们如果要做一个支出程序的话 我们需要做到怎么样呢 就是说我们定时任务的时候 我们虽然是用定时 但是呢我们的任务希望的是一步一步 就是我们也不准确的讲呢 应该说我是一批次一批次的这样一个下去 比如说我总共有一千个任务要进行处理 对吧 一千个任务我们这样讲吧 就比如说有一千个文章 一千篇文章我们要去抓取 那么如果我们采用这个一个函数 做一个负循环 然后把里边的内容呢 全部给提取出来的话 大家想一想会什么样的后果 大家都知道在NodeGIS里边 我们的这个请求呢 它是一个一步的 所以呢 我们做一个负循环的时候 相当于我们在瞬间内 都可以把一千次请求全部给发出去 那么紧接着服务器就会收到这一千次请求 收到这一次千次请求的话呢 如果在服务器的没有任何限制的情况下 那我们一千次请求 因为它是一个网络这样一个操作 对吧 那所以呢 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任务会一条一条的这样一个回来 比如说我一千个任务 那谁收到 我们是一个就是一步的这样一个方式 对吧 那么我们通过一步的呢 那我们不同的这样一个任务可能在不确定的时间会反馈回来 那我们能收到 如果服务器端有这样的限制的话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一千个任务会过去可能能够回到我们客户端的 可能我们抓取的可能 能有十分之一已经很不错了 就一千条同时下去 可能可能会有一百条回来 啊 就是说 所以呢 我们这样的话 我们就需要以一批次一批次的进行一个处理 那么我们怎么叫一批次呢 比如说一千个任务 那么我们每一批次发十个 或者发五个发十个 啊 这十个处理完了之后 那么他再进行下一个十个的一个处理 这是一种方式 第二种方式呢 就是说 我保证我的任务池里边 一直保持他有十个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 我们有五个请求 我们每一次进行两个 当第一个进行完了的时候 那么我们相当于任务里边 还有 有一个正在进行的同时呢 还有四个 还有三个呢 并没有进行 那么当一个任务完了之后 那么紧接着 就会从 空闲的这样一个区间里边 再提取一个任务进来 保持我们整个 运行的状态呢 保持在我们设定的两个一类 这也是并发要 啊 里边所会要讲到的 啊 所以呢 通过我在这个地方呢 一系列的一个描述 大家也能够啊 比较 应该说是比较直观的去了解到 我们这里边 啊 并发控制的一个重要性 所以 从我们整个 项目来看呢 我们 通过入门篇的这样一个学习 我们能够去写一个 类似像 我们这样的这样一台系统 啊 这样一个内容 是可以去做到的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这里边 大家看到 我其实是点击一次 它动作去获取一次 这些数据 全都是来自于 我们啊 网络去抓取回来的一些数据 这些数据并没有 把它存储起来 那么 我们如果是做一个资助程序的话呢 我们很大程度上 其实呢 我们内容呢 通过一些下载啊 这只是我们 这相关的这些内容呢 只是定时人物当中的 可能是要去调用的某一个方法 或者某一系列的一个方法 那么我们定时任务呢 把这些数据呢 啊 抓取出来之后 它会 应该说是会存储到一个空间里边 会存储在一个空间里边 我们一般是放到数据库里边 对吧 OK 然后呢 我们到页面里呢 再从这个数据库里边去提取数据 OK 那这里边呢 我们整个课程当中呢 我们只是给大家呢 在进阶片里边 主要是讲里边方法 因为数据库里边 这些内容呢 啊 我们就不纳入到我们这一讲 整个课程 这个课程体系里边来进行一个讲解 当然 大家有感兴趣的话 或者有需要帮助的话呢 我也可以提供这一部分的这样一些事例 给大家一共参考和学习 OK 那咱们这个项目呢 通过我们现在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描述 内容呢 涉及的知识点还算是比较多 但是呢 我们会在每一个用到的地方呢 我就会给大家呢 去讲解一些比较常用的一些方法 同时这里边呢 每一个模块呢 都会有对应的一些学习的一些文档 到时候呢 也一并分享给大家 好 OK 那咱们这一讲呢 就到此为止 那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后续的一系列课程 再见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